那很多话说老花一你们大风里面养锈球都用了什么药怎么长得那么好 其实我们用到的药呢一般有植物生长调节剂还有杀虫剂就是杀菌剂 很多话说分不明白的时候呢你可以看那个下面的环带 下面环带的话呢黑色的这个呢就是杀菌剂 红色的是杀虫剂 像这边有个黄色的呢这个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是赤霉酸 这几个有什么用呢杀菌剂大家都知道 因为锈球一般也会得一些个黑斑病啊黑霉病啊以及白粉病啊 一般都是以预防为主我们都会去观察的 因为我们每回浇水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大爷跟大爷都会告诉我们有哪种情况了 然后我们会告诉他该打什么药这是一个事儿 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用一些个杀虫剂和杀满剂 因为锈球还是比较爱生红蜘蛛的你可以用阿维菌树这些个用来预防 那么说到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干嘛的呢 我们一般会用两种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一个是矮状树类型的像多小柱是控制植物边上的土长 因为有些个品种呢它就是爱土长 因为它的质地性比较差 我们会抑制它的生长让它长得更粗壮 会用到矮状树这些 像那个赤霉酸呢 这个是用来让它花芽发育的更多的 因为在休眠之后呢有些个芽子的发育的比较慢 像我们后面呢都会打一些个这种赤霉酸起来 让它长得会芽子更多一些 有的话说我可以用吗 你也可以用 但是没必要 这不是必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追求的商业价值 而咱们养花是追求的那种自然美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要盖它的点 当然了 最后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个药呢不太适合咱们家用 如果说您要家里面养羞球的话呢 就两种药 先趴着小粉药跟小白药两种混合在一起 撒到土里面一百天一回就可以了 好吧 一般呢就可以预防90%的病重害了 当然了如果说还有对于养羞球 什么不另外的呢 您可以视频让我留言 我是老华一 养花自然一 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